第282集 于是攀附顺从王莽的人得到提板 忤逆王莽被他记恨的人被诛杀灭绝 王莽任用王顺王毅作为心腹骨干 针锋针寒主管弹劾及司法刑御 平燕主管机要 刘秀掌管起草诏书文告 孙剑负责军事 针锋的儿子针寻 刘秀的儿子卓俊人催发 南洋人陈宠 都因为有才干而受到王莽的器重 王莽外表严厉 言谈方直 想要做什么 只略微做出一点暗示 底下的党羽就会按照他的意图公然上奏 王莽却叩头替气 坚持推让 用这种办法 他对上迷惑太后 对下向众人显示他的千功可信 八月 王莽再次上奏太皇太后 要求废处孝城皇后 孝哀皇后 贬为平民 遣送到成帝和哀帝的陵园守墓 当天 两位皇后都自杀了 大司空彭轩 因王莽专权而上述说 三公向顶的三只脚 一起乘奉君王 如果有一只脚不能胜任 就会使顶轻腹 破坏里面的美食 我资质浅薄 年纪又老 多次患病卧床 头脑昏乱 记忆力衰退 愿上脚大司空长平侯的印信受待 请求批准我辞职退休 返回乡里 等待辞世 王莽报告太后 太后下册书 免去了彭轩的官职 让他返回封国 王莽对彭轩的请求退休 深为记恨 故意不按惯例 赐给他黄金 安车和司马 彭轩在封国居住数年后去世 班固赞扬说 薛广德能保持悬车的荣耀 平当拒绝封侯 明理支持 彭轩发现危险 而终止做官 他们与苟且幻师之辈 截然不同 二十七日 任命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 光禄勋东海人马公为右将军 左曹中郎将针锋为光禄勋 九月初一 中山王刘姬子及帝位 大赞天下 平地十年九岁 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大司马王莽 把持国政 百官各自负责本职 最后都听王莽裁决 王莽的权势日益上升 恐光忧虑恐惧 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尚书请求退休 王莽奏报太后 认为皇帝年幼 应该为他配置师傅 于是调任孔光为皇帝的太福 位居四府兼己事中 负责皇宫宿位和皇帝的供养 监管尽中官署门户 查看皇帝服饰 御用食物等 任命马公为大司徒 针锋为右将军 冬季十月十二日 将孝埃皇帝安葬在义陵 汉平帝原始元年 新有公元一年 春季正月 王莽暗示一州地方官 命令塞外满族 自称为岳昌之的部落 通过几道翻译 向天子尽献一只白野鸡 两只黑野鸡 王莽向太皇太后报告此事 建议太后下诏 用白野鸡祭献宗庙 于是群臣大肆歌颂 王莽的功德 认为他像周公鸡蛋 是周城王获得白野鸡的祥瑞一样 鸡蛋活着时就被称为周公 因此王莽也应该被赐号为安汉公 并增加他的彩艺人户 使与公爵爵位相衬 太皇太后赵令尚书备办此事 王莽尚书说 我与孔光 王顺 甄丰 甄寒 共同制定 盈利金上的国策 现在我希望 紧让孔光等人 论功行赏 抛开我王莽 不要与他们列在一起 甄寒 向太皇太后报告 太皇太后下诏说 尚书上说 不偏向 不结党 圣王之道 宽广坦荡 你有安定宗庙的大功 不能因为你是我的骨肉亲戚 就遮盖隐晦 不加宣扬褒奖 请你不要推辞了 王莽又四次尚书 坚持推让 称并不上朝 左右臣子对太后说 还是不要硬改变 王莽谦让的心意 只论功行赐 孔光等人吧 王莽 这才肯起床 太皇太后下诏 任命太父 博山侯 孔光为太师 车骑将军 安阳侯 王顺为太保 均增加彩翼 名户到万户 任命左将军 光露勋 真封为少妇 封广阳侯 以上三人 都分别授予四府的职务 封市中 奉车都尉 真寒为成阳侯 四人接受封赏后 而王莽 尚未起来上床 上床理事 群臣又禁言 王莽虽然客气谦让 但朝廷对应当表当的大臣 还是应及时加以封赏 以表明重视元勋 不要使百官和人民失望 于是 太皇太后下诏 任命大司马 新都侯王莽为太父 主管四府事务 称安汉公 增加彩翼名户到 两万八千户 于是 王莽惶恐 不得已而起来 接受太父 安汉公的封号 但推辞了 增加的彩翼名户 他说 我愿等到百姓 加加自足 然后才能接受赏赐 群臣又立正 太皇太后下诏说 安汉公自己约定 要等到百姓 加加自足之后 才接受赏赐 因此 听从安汉公的意见 不过 要将俸禄和赏赐 都增加一倍 等到百姓 加加自足时 大司空 大司徒 再行奏报 王莽仍然 谦让不接受 而建议 褒奖赏赐 宗室和群臣 于是 立已故的 东平王 刘云的太子 刘开明 为东平王 又立已故 东平斯王的孙子 刘成都 为中山王 为中山孝王的后寺 封汉宣帝的曾孙刘信 等三十六人 都为列侯 又赐太仆 王运等 二十五人爵位 均为官内侯 又命诸侯 王公 列侯 官内侯 凡无儿子 但有孙子 或同母兄弟的儿子 都可作为继承人 皇族近亲之戏的后裔 因犯罪而被开除 宗室吉普的 恢复原来的身份 全国官制为 两千代以上的官员 年老退休的 以原俸禄的三分之一 作为退休金 直到死亡 恰致平民百姓 官夫寡妇 都使用恩惠照顾政策 无所不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